疫情焦点首先来关心 台湾本土确诊数 今天新增5092人 首度冲破5000例 包含在双北市跟桃园 各案都突破1000人 面对连日激增的病例 指挥官陈时中坦言 未来疫情也一定会上升 同时还示警 我国离指数型爆发不远 国卫院甚至推估 单日最高点恐怕会来到4.5万人确诊 而且陈时中也说要料敌从宽 以单日新增10万人来做疫情推估 到时全台确诊总人数 可能会达到350万甚至500万人 台湾本土单日确诊数冲破5000人大关 比起前一天增加23.4% 双倍桃园都破千人染疫 全台区个人数上升到7.9万人 疫情一定是会往上升 其实成长会很快 还没有像这种指数型的爆发 不过我想这个时间也不会太远 在都市警台湾很快就会迎来疫情大爆发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推估单日本土确诊数 可能会高达5万例 而且会持续100天 这个说法主要是根据国卫院的推估模型 单日最高点可能会有4.5万人确诊 有医师就分析现在破万已经不是问题 要观察会不会单日破10万 最高是会到4.5万 那我们在推估这疫情 我们还是量低重宽 我们就用10万推估我们的总人数 那可能有到350万 高的话有到500万 接下来5月中可能会有数十万剂的 每日的一个确诊数 纽约中心进一步推估染疫死亡率 以亚洲国家来看 香港死亡率偏高 南韩则是单日确诊处惊人压垮医疗量能 而纽西兰致死率都在0.05% 也是台湾可以努力的方向 只是根据美国儿科医学会统计 儿童致死率达到万分之一 一旦台湾有350万人确诊 恐怕会有48名儿童然疫死亡 最重要还是老人院 小孩子这边 那校园要怎么做有效的管理和筛检 而在24号新增的11名中重症患者中 则是有一名有糖尿病食的50多岁男性 虽然打了3G疫苗 却还是出现肠阻塞合并呼吸衰竭 未来如何降低重症死亡率 轻重症分流和药物准备都是关键 记者有听我们一声 听我懂